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兴趣的小伙伴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每次的分享哦 那好不多说,我们开始吧! 首先我们来做无糖草莓酱 我们需要30克的阿洛铜糖 和1 1⁴茶匙的黄原椒 不加的话草莓酱的流动性会比较强 也是可以的 接着用刮刀把代糖压散 然后先大概搅拌均匀 接着我们秤110克的草莓 用新鲜或冷冻的都可以哦 然后连代糖一起上锅加热 因为想保留点果肉的口感 我先放入整颗草莓 如果你们想做细腻一点的果酱 可以先切碎再加进来 代糖融化草莓就会变软了 用刮刀把草莓大概切成小块 大概收干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 然后离火备用 草莓放凉还会变稠的 这次我们不用奶油 而是用无糖希腊酸奶来做 如果你的酸奶比较稀 可以先用纱布过滤掉多余的水分 这里用到150克 然后加入草莓酱 预留差不多五分之一做夹心 然后搅拌均匀 冷藏备用 接着我们来做低碳饼皮 我们需要15克的无盐黄油 和100克的水 加入热水可以直接让黄油融化 不然就要上锅或为波炉加热 搅拌直到黄油融化 加入少许香草金蒸香 和20克的代糖 代糖建议用吃鲜糖醇或罗汉果糖 用阿洛铜糖饼皮会很容易上色不好看 接着热水的余温 搅拌让代糖融化 接着打入两颗蛋 总共110克 然后搅拌均匀 我有加点红色做出粉色的饼皮 不加也可以的 然后我们需要5克的洋车钳子 这是做出有韧性饼皮的关键食材 不能省略哦 但我们等在煎饼皮前再加入 不然放久了面糊会变稠 比较难在锅上摊开 这里可以用筛网慢慢加入 防止像这个这样结块 需要多搅拌几下 搅拌均匀后 我们在不沾平底锅上刷上油 下锅前搅拌 成一大汤匙倒入锅里 摆动锅子让面糊铺平 这次的面糊可以做4张直径20厘米的饼皮哦 然后继续加热直到表面定型 大概定型后像这样用刮刀翻动面皮 然后慢慢把面皮取出来 面皮不用翻面 放在衣旁备用的时候 记得把它铺平再继续做下一张 饼皮煎好了应该是像这样薄而软的 桌上铺上保鲜膜 再叠着铺一张张面皮 均匀抹上我们的无糖草莓酸奶酱 把一流的草莓酱放在一端 旁边的饼皮向中间折起来 然后从草莓酱的那一头慢慢卷起来 用保鲜膜包好 放冰箱冷藏隔夜 切开放点草莓点缀一下 好看好吃又健康 如果你喜欢这次的分享 记得为这影片点个赞 那我们过几天见啰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